2005年8月,自从伊朗强硬派总统埃哈迈迪内贾德上台后,伊朗就向联合国申请表示伊朗有权研发核能。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核武器虽然威力极大,但是核武器的问世,必将加剧世界格局的动荡与不安。 这时联合国就产生了,根据联合国制度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只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才是被普遍承认有核国家地位的国家。 目前除了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是有核国家。 随着伊朗开始研发核能,联合国出面与伊朗进行谈判,最终在2015年7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伊朗核协议。 今年5月9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单方面退出协议,并恢复之前的各下措施。 伊朗总统鲁哈尼对此作出回应,即使美国退出了协议,但是伊朗将继续执行它,伊朗核协议将在伊朗核除美国外其他五国之间继续存在。 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以色列公开表示支持,作为回报,美国也将大使馆搬到了耶路撒冷,这样巴勒斯坦的群众就不乐意了。 在加沙地带组织了大型的抗疫游行,以色列士兵却对手无寸铁的平临抬起了武器,最终酿成了人间惨剧。 据消息称,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在16日称,伊朗核协议仍然有效,并且不像美国所说的需要做出任何更改。 从2006年开始和伊朗谈判,到2015年谈判成功,过程长达近十年,十年时间相关六国和伊朗共同拟定的伊朗核协议,怎么就需要更改了? 需要更改也只是特朗普想要退出协议的借口罢了。 莫盖里尼还强调说,欧盟一直在关注这件事,并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协议并不需要任何补充,所有的东西全都写在上面了。 这位欧盟高级官员的言论,是否完全代表正欧盟的意志,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这无疑对美国来说,是个比较危险的信号,如果欧盟也不支持美国, 美国的下一步方案将举步维艰,我想,特朗普是否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毕竟这是大势所趋,任谁都很难去问。